我们这个队伍要按演职人员现在算吗 有70人左右 我唱戏大概十年有出去了吧 我们原来京剧啊平剧啊就喜欢一些 后来我们的琴师刘老师退休了 带着我们就学起来了 原来我身体不好上不了班 后来呢大家一起玩又唱戏 还跳一些什么舞什么的 身体现在好多了 精神面貌特别好 像我们刚开始啊 学一些新段子唱不好 虽然光盘上看呢 也学的不太全面 就找我们的琴师啊 刘和平老师 一句一句的带着我们教 带着我们学 所以说非常的认真 大家伙学的也非常的刻苦 05年呢 11月份我母亲就去世 当时全家非常悲痛 我母亲去世的第二天就要演出 你当时带坏人也来不及了 我只能就做了家庭的工作 我父亲同意了 我爱人啊 也做了我的姨呀 他们的工作也做通了 当天下午就把我母亲来赞 第二天赵诚参加演出 我是02年退休的教师 刚来说咱这个 这有些演员啊 文化水平也差 乐力也不太好 这样呢就是我啊 每台出戏 我得把他们啊 首先读出他们背词 然后呢能唱歌 能唱歌有的是啊 真是一句一句的教堂歌 有时候一句唱歌 一个字 甚至于半天 得两钟头 有时候一弄啊 弄得晚上一点多钟 有时候晚饭都不吃 演讲声哟 你将做的是 请做我 当中马上做的 这才是 最愿之别 当之七 平几团演出的节目 很好看 我们很喜欢 谢谢了 我们的平几团演得很好 我经常来看